五區公投,全民制憲 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 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 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 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 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黨 最後的勝利必然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生起義 Myradio.hk 回到第二節 上個星期發生過在香港 相當知大家關注的消息 就是著名攝影師 攝影家何恆先生過身 我們年紀夠大 當年的實驗電影《長髮姑娘》 不是細節片來的,那部是交易電影 交易電影 想畫 後來的《獄徒團》呢? 他拍過那一類,但不是他重要的作品 他也拍過《愛情文藝》片 電影部分就沒有說 因為那件事在香港的地位 沒有人提他電影 就提他攝影部分 攝影部分 即是沙龍攝影 滿叔,你要講一點 因為在現在數碼攝影的年代 如果年輕一點 你想像不到以前的什麼叫沙龍 這個解架就是 以前的買一部相機 你不是有錢 以前有很多攝影比賽 你還要多說一點 為什麼我們要花錢呢? 最重要是相機,非林 非林 要自己全衝 通常攝影師都要自己加上黑房 在廁所上全衝 因為自己全衝 做出來的事情 一手一腳 做出來的效果就好很多 然後要發表 以前發表的幾乎很多 以前沙龍的照片 是可以做公開展覽的 做公開展覽 很多地方展覽 甚至寄到報館 報館幫你登 變成培養了那些發燒油 那時候發燒油 就是自己攝影 攝影佬 我不知道現在那個攝影的文化如何 簡單來說 現在還有話題 就是所謂拍攝美女 或者怎樣 沒有什麼的了 但是以前也不是 以前也只是舉個例子 Ansel Adams 就是美國那個 尊影 Landscape 黑白 他已經可以做到 出畫策 出展覽 整個大師級 有人跟他做訪問 但是現在 攝影的文化 跟當年已經很不同 因為有了這個數碼之後 譬如 Photoshop 有很多東西 你不跟以前那種 很原始的攝影技巧 其實攝影技巧就是 最基本的一定要有 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內容 當初香港一般攝影 通常都拍攝民生 街頭 風景 那些東西 那些 那些拍攝什麼呢 就是 注重了什麼呢 就注重構圖 以構圖為光線 這幾樣東西 那你還有一件事 就是黑白攝影 當然 黑白攝影 即是現在 現在譬如說 你看取色年代出生的人 其實對黑白照片 或黑白電影的感覺 是完全不同 我們那一代 這個是有人告訴我 他說 刺官 劉天賜 他說 現在教學生 叫他們看黑白片 是沒有人想看的 那黑白照片又如何呢 我覺得也有一個難度 但是當年 其實黑白攝影 應該你下了很多功夫 有很多功夫 有很多功夫 你看景深 看別人的 光線 還有光線 還有那些質素 做出來的質素 是強力很多 就是你有一個力量 感染力量很強 更強 更強 採色攝影 就是採色攝影 這些東西 你慢慢看下去 又看到味道出來 問題是 有些人 對年輕人 對濕直 對畫面 本身沒有興趣 感性 那個感覺不強 就是對畫面的構圖 這個我告訴你 就是 其實你很多看到 日常的設計 你會看到 就是 哪一種文化 出現一個 頗大的弱點 舉例 中國的設計 就很多這些問題 因為構圖的美金訓練不夠 對 這個其實就是 以前的黑白照片裏 你會看到 因為當時 他擺在構圖的心機 就強很多 今次 何泛 這個現象 一定要告訴大家 要大家清楚 就是 現在這麼多人說 何泛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美國的 美國的 這個就是出口準外銷 這個就是出口準外銷 你詳細說 就是當年 何泛先生 他為什麼香港出名 他當年是出名 當年他拍攝的時候出名 60年代的時候出名 但之後沒有人提他 因為人對這些東西沒有興趣 你拍街頭 香港見到街頭 大排檔 小販 或者那些 但是對於美國 這些 沒有興趣 美國見到就有興趣 這個就是 exotic 二國風情 是吧 他就好看回想 看回五六十年代 香港是怎樣的 是呀 你經常搬街 你香港人見到 就是搬街 是吧 這個 這個在那個 藝術理論上面 都可以解釋的 就是所謂那個 疏理化 就是如果你譬如 你經常 朝見口晚見面 你見過一件事 你不會覺得 那件事本身有什麼 特別可以 但是呢 你 他離遠了 譬如說 他來一個美國人 他看回那件事 他的感覺就完全不同 是呀 但是何凡呢 他在香港的問題 他捉到這種疏離感 就是他會看到這件事 其實你 如果你用心去看 你會發覺這件事 本身呢 是跟我們日常生活 是有些不同的 問題就是 何凡有心機拍一件事的時候 但是看的人 沒有心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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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美國擺出來的時候 美國有心機看 看到你內涵在哪裏 裡面的社會氣氛在哪裏 社會成分在哪裏 譬如說很簡單 我們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七八歲的小女兒 背著一個兩三歲的寶寶仔 現在沒有這些事 沒有這些事 這些事 一般香港人 譬如五六十年代 香港人見到這個很平常 通家都是 很感動 到七八十年代 香港人見到 都不討厭 那些畫面 都不想看 這些畫面 即是代表落後 到美國人 現在美國人看那些畫面 哇 感動 不過 要這樣說 現在看回 因為這個本土主義的興起 這些是重新有價值 有舊價值 就這十年 但是 你見到的社會進步 以及社會的關懷 和社會為何團結合作 一起捱苦的感覺 譬如說 你拍一個街頭 一個保鞋像 一個打鐵佬 一個做銷行 五叔 你舉個例子 我最近遇到 我真的看這個題 我最近在街上見到人 磨刀 磨刀 磨刀是一個 即是手機 即是在那裡 有一個輪轉的 那這個呢 我記得下面 好像不知道是踩東西 這個沒有的 這個 我就不忍心 用我的手機去拍他 因為 我不想作為一個 即是他一個股東 他還在謀生 但是我告訴你 這些行業 除了這個人 及身而亡 即是沒有人 沒有年輕人 走去做這些事情 由於本土主義的興起 這些事情 就會構成一樣 現在的人 就覺得這些 是我們 作為本土的記憶 歷史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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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放入博物館 對 從這個 也看到另一件事 如果你比較宏觀 其實何凡師生 這些就是 香港的社會史紀錄 是呀 現在 我相信 在他 過世之後 我相信 會有人 會替他做這些 collection 現在網上有很多照片 七八十張 至少有七八十張 在我們網頁 看到的幾十張照片 真是這些 每一張文獻 每一張歷史文獻 代表當時的時代 特別在香港現在的背景 舉個例子 例如說 一些 四五十年的樓 隨時拆 是呀 你看到就看不到 明天可能就 跟著就 香港歷史 其實四五十年就是歷史 是呀 真的 不要說四五十年 三十年都是歷史 畫面沒有了 對呀 所以沒有人記錄 就是何凡都記錄 對嗎 這件事很重要 正得來的問題 就是 你在這些 幾十年的歷史中 找到美感 是呀 這就不是一般人做到的 類似 例如何凡 這些人 他有這個觸覺 他扣頭很好 這個觸覺 因為剛才阿滿叔 講的問題 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 那樣東西 大家都見到 你見到 我見到 但是 看到那個人 他能夠在這個 看到裡面 他找到一個構圖 是表現到這種 的美 的特質 不是美感 這個 就不是每人做到的 這就是 關乎那個 藝術的定義 以前說藝術定義 如何欣賞 藝術定義 有一身的說法 就是 discover 你去發掘 你發掘 不是他存在 就是 你家裡的馬桶 或者 氣死瓶 可樂瓶 或者金寶雞湯罐 是不是藝術品 就不是他自己畫的 是你畫的 是不是 我相信這樣 大家都會 有些意想不到 遲些一部 簡單如 這個60 這個不是60 不可能是60 這個90年代的手機 都變成古董 你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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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 你那個水壺 古董 因為我見過 我見過 我見過 就是 我在荷蘭的邦尾館 你知道在草什麼嗎 現在 Apple年代的電腦 也不是第一期那一款,是放一個Mac給你看 我不是騙你,我去到見到 那你當幾代,他就當幾代 這個是古董 有些東西很淒涼,要有一年份 比如說書籍,一定要100年以上才是古董 你不當作社會的背景如何 香港,第一件事就是住屋的條件 現在很多人都不能夠坐起書 結果有些年代遠一點 我們不是說是100年 說幾十年的書 其實收藏人已經少了 我自己舉個例子 譬如說大概10年、20年前 香港友聯的圖書中心資料本 他扔書 那些書不太扔 說的是1940年到1950年內 已經是拿出來扔 但那些書其實很珍貴 很珍貴 譬如說有一本,我現在都存在 他提到中華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他們總結文字改革的歷史 實際上這是文獻 當然 這些書在圖書館未必找到 不如放在研究圖書館那部分 但他要扔 沒力量擺 這些在外國其實有地方會存回 但香港有極高的難度 說回剛才何凡的情況 我要提提 事實上當年 我應該不知道何凡有攝影 有很多 還有其他人 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們拍了很多香港的一些 五十年代打後的一些照片 其實看到香港的地貌的改變 就是海港以前不是這樣的 維港以前不是這樣的 香港每天都不同 香港每天都不同 香港每天都在搞事 海港 算是我們用一個比較嚴厲的說法 現在搞的叫不知所為 不停地 現在還在動工的日子 在動工的地方 所以他那些 無論是何凡的攝影 或者是五六十年代 我有一些很意外 覺得何凡的攝影作品 全部保存得這麼好 我真的覺得奇怪 他名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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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保存得好 他有足夠的生活條件 我剛才說 那個年代做攝影的 一般來說都不是窮等人家 因為現在攝影的黑白照 你根本不存得久 他要數碼保存 他真的有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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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近兩三年 在美國開過幾次展覽 然後有很多教堂 有人寫過文 然後文章又傳回到香港 然後香港有人提提他 然後去拍賣 我知道 但始終有幾件事 就是何凡先生在香港人物關係 很多人認識他 很多人是他的朋友 都沒有關係 畫廊 拍賣部分 那些人不是他的朋友 完全沒有關係 但那些人就拿他作品拍賣 因為美國有說過 和美國展覽過 有聲譽在這裏 這件事很重要 這件事證明了一件事 給大家看 當你沒有機會發展的時候 真的要外面闖 這個世界很簡單 現在你拍電影 你一定要拿他去歐洲 康城 柏林 柏林 還有 你看看這件事 我們久違了一個王詠導演 就有新作 新作是在柏林影節獲獎 我不知道 我看他有參加 但不知道有沒有獲獎 我看他有獲獎 可能是北野舞 因為那個電影裏 其實那個Casting相當之厲害 排頭的就是北野舞 大家知道 王詠以前也有幾部作品 我自己也覺得是不錯的 也不是說報告也不錯 譬如說1997年香港回歸 那樣就 好就不覺得好 但其實你可以跟近年 剛才拿了這部十年比較 黃詠是香港讀書出身的 然後去了美國 他娶了一個老婆 就是苗軒人 我不知道現在還能找到 人多小 認識不認識 這位女演員 但剛才你說到出口轉外燒過 始終大家都要記住一件事 香港這個地方 你這裡成名其實是不夠的 我們經常說要衝出李縣門 你在李縣門裏面 不成名不要緊 總之在外面 你搞定回來 就一定是… 又不一定搞定 但有幫助 因為你在外面響多 也有幫助 這個真的要… 我們要拍電影 一定要有國際意識 即是你提材要有這個… 國際意識 國際意識就不是排除所謂本土性 即是… 有個好調的地方 就是你本土性越強 其實你國際的市場就越好 那麼以前的… 即是港產片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 你拍到這些東西 我鬼都拍不到 我順便說一說 我想提一部香港電影 這部電影就… 有國際的… 是… 吸數的 但是就是… 很可能… 很…很…很不幸 就是… 在香港完全沒有人理會他 嗯 那部電影就是… 暗色天堂 嗯 那是什麼來呢 就是講的張學友 做過牧師 非禮那個… 我知道 那個… 那個原著劇我看過的 我也看過 劇你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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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當一個… 世界銀行的行長 非禮一個… 紐約的酒店裏面 這個就是真事來的 真事來的 拍成電影《世界之道》 嗯 同樣道理 一個… 一個牧師 傳導人 嗯 他非禮一個… 你講一下可能 是可能 是可能非禮 因為很安門 這個很安門 他這個就是… 法庭判了他坐牢 判了他有罪 有罪 那… 為什麼這個戲 可以夠國際級數呢 因為… 其實這件事件 可以去到一個很高層次的事 因為呢 在外國這件事 本身有… 一定有認同感 一定有認同感 因為… 全世界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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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道人和… 這些… 教眾的關係的存在 是嗎 那… 特別譬如說 你在歐美 這些情況 我相信 當地人是很容易去理解的 嗯 一講就明白 一講就明白 他的話劇和電影 都在第二層次 又講到一件事 就是良心的問題 嗯 那麼… 良心有討論到 嗯 但電影更高一部 更高第三個層次 最高的層次 就是… 就是… 宗教的層次 嗯 就是說… 那個男… 那個牧師菲拉 一個女教友 嗯 他希望… 女教友希望… 世間快點活日 希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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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上帝來裁判 就是這件事呢 就是… 他要上帝來裁判這些 因為良心… 不是 那個法庭都未夠 就是… 這個… 就是… 覺得他自己受害人來看 他法庭都未不足以彌補 他… 那種… 那種… 法庭是… 法庭是… 是世間的… 世間的… 世間的… 沒有意思的 他要上帝來判這個… 就是… 這個… 因為這個… 為什麼呢 他良心那裏… 那裏… 良心那裏有講這件事 講良心的層次 做裁判 嗯 大家都不… 大家都各爭一辭 各爭一辭 大家都不… 因為… 那個女人說 我饒恕你現在… 我饒恕你… 哇…我為什麼要你饒恕呢 不是… 那個原因… 因為我… 我知道… 我看過這個劇 我也知道這件事了 在女性的角度來講 就是… 郭德捷的受害人 這個角度來講 他不單要法庭… 去給一個判決 他還要這個人本身… 這個… 涉嫌犯法這個人 他自己受到良心的責備 去公開… 去承認這件事 但是… 這個男人覺得不是的 我… 我…我… 你不樂 你不樂 為什麼呢… 他那天… 他的故事… 大家吃了飯、喝了酒 然後… 他又覺得 這個女性 有少許暗示比他 大家駕車上飛河山… 聽說這件事 是… 基於一個… 真是發生過事件 我們不要說真不真 因為太普通 這些太正常 因為… 我男人約一個女人 駕車上飛河山 當然是… 大家是默契的 是啊… 即是… 那個男人覺得… 風高如黑 這樣… 乾柴烈火 那個時候 怎麼會說… 有正常的… 理性的… 怎麼會談婚論家 那女人就說 你希望談婚論家 你是不是愛我 你是不是求我結婚 我怎麼會跟你說這件事 大哥… 在飛河山上 怎麼說這件事 喝完酒之後 吃完飯之後 看風景 談心的時候 我們要補充… 那你也要冤枉她 因為事後… 事後… 事後… 我們要補充這件事 我們兩個都是男人 我們當然是從男人角度 說這件事 但那個作家 劇作家 就是莊惠雅 就是女性 他寫這個劇本 好處的地方 就是怎樣 他不是很純粹 從一個女性的角度 去出發 他兩邊有平衡度 你不會覺得 他純粹 跟這個女性的 涉嫌受害者 去說話 整件事是很曖昧的 究竟… 沒人知道 在這件事 裏面發生的 誰是誰非 沒有誰是誰非 因為你… 一個男一個女 駕車想飛河山 你事後說他非禮利 真的沒得說 因為這件事發生的 只有一兩個人在這裏 是非的判斷 你沒有第三者去判決 那個女主角裏面 因為神會看到整件事 怎麼發生過 所以那部電影 他講到這個項目 後來電影的後半部分 後見尾部分 講了很多宗教的事情 大家讀聖經 你忍一段 我忍一段 那個層次很高 很精彩 那部電影 真是國際輯的層次 但是我香港沒有人提這件事 都不是的 這些人時 你又不可以求一時的票房 那部電影 他出了出來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一個 在近年 香港的電影市場的末落 已經是一種奇跡 我相信 他是經理戲考驗 經理戲考驗 因為少有出戲 有國際意識 有國際層次 最高層次的地方 講宗教 另外他說的項目 希望早些 即是審決日 也有對宗教 對不滿的 批判 這件事 為何上帝不下半段 不出聲 不出聲 這些事 在香港電影裏 很少見過 未見過電影 有接觸到這個項目 即是接觸到這個項目 所以 有時候 我們要走出國際 有時候要問一下 你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國際 這些就是國際 但是那個不是那麼容易觸摸 原因就是 很多時候 這些國際的口味 都會隨著時代而改變 譬如 在五、六十年代 沒有人會想像 香港的功夫片 會受到國際歡迎 那些是另一件事 那些是國際趣味 對 國際趣味 最低的共通點 就是 不是語言 因為我聽不到你說什麼 我聽不到你說什麼 我聽不到你說什麼 最簡單就是動作 這個又差一點 差一點 Buster Kitten 開始就是這樣 但如果 譬如說 剛才阿滿叔說的 就是國際話題 國際話題 上帝裁判 我覺得這個是 是完成立的 就是 宗教這個問題 永遠是 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會引起話題 因為你連良心都裁判不到這間 是 但這個真的要求上帝裁判 是 世間的法庭 其實只不過給了你一個 世間法庭 是最愚蠢的 你怎樣找 你怎樣判到一個 你又不用 我們看影片 看這個打這個 都搞不定 法庭都搞不定 何況說 男女之間的 情觀難心心 家庭事 即是 你怎樣裁判到 特別在電光火石之間 是 你一一一之間 怎樣判 非禮 你 這是默契 大陸 我覺得這個話題 始終由女性的 劇俗家事社 把握比較大 因為對於這種情況 那種敏感 那種 情緒的波動 女性是比較敏感 比較有那種 覺察力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 差不多到尾 我們看一看 就是有Empress的放映 現在比較少 Empress就是西九 西九 現在就是 電影和錄像 我近年 比較少看 但這也是Empress 其中一個放映 其實放映的場地在哪裏 我們在八六會電影中心 八六會電影中心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就是 錄像的 有趣的地方 這次是Apter Punk 在Punk之後的影片 這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平時看笑 對嗎 對嗎 以為Punk之後就完了 對嗎 但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現在香港還在街頭 看到很多人Punk頭 我在荷蘭也看到 那我笑一笑 就是那些不是潮流來的 那些是復古來的 哈哈哈哈 不是我真的在那裡看到 咦 不是回到這個 這個 這個 英國七十年代末期那種事 好啦 我們今天的節目前 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 好